以下关于剧中华菲的位分 随极数变化的折线统计图 正确的 天呐 从菲开始 你们知道华菲的品序是什么吗 首先我们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菲 他最后又给封回去了 就是念多年的什么陪伴什么 没有 他后来降下来了 他第一次转折 是不是往下走的吧 对 你们先把头和尾定了 那如果我要选 我就选B B C 不是 C也是往上走了 飞 然后贵菲 他害那个甄嬛小产是啥时候 他害甄嬛小产的时候 二十几次 降他位分了吗 降 降分平了 降 对 好像是 对吧 B 那就是D吧 B 他害甄嬛小产的时候确定是降平了 我忘了 但是C肯定不是 你想飞后面是贵菲 那不是 没那么快 那B不也是飞后面就是贵菲 对吧 嗯 飞完就往上走肯定是贵菲 我觉得B和C可以排除了 要不A要不D 你A D那么他 我跟你讲 A和D你就看哪个区别 A是最后贵菲 D最后是黄贵菲 但是我们要想一下 它最低确实是到过答应什么 嗯 对 这肯定是 这也没得错 同志们 D我们要排除一下啊 因为他最后写到了级数是60多级 他只40级就死了 花菲 哦 好吗 那我们就看一下 所以现在就在 A和C里面选 我选A 我选C 咱们得先继续答点题好不好 我们还有脸答题啊 上一期答得那么烂 没装备禁足弦乐阁期间 以下哪件事情最有可能发生 这个我还要回答吗 他已经管不了边缘了 哎 丽容那会儿就去给 秦政店给皇上唱歌了 对不起 那个不是我演的 是我的天生去演的 你俩太差了 水平太差了 你这水平也不打第一 那我就 我对了呀 你看下第二题来 这种生产时 温带一给他喝了什么而好转 我觉得多种要萃取 我应该是有这些词 你看 这又是一个当事人 振振有词啊 我等着他做 看一会儿会不会打脸啊 对 我等着他做 我跟你讲 下次再有这种题目 你就挑那不可能的选 那个那我挑那不可能的 对 那你这命的 哈哈哈 别说啥 我必须退掉题今天 来 快快快说答案 啊 没装备禁足弦乐阁 期间 以下哪件事情最有可能发生 这个我还要回答吗 我都被那什么了 我还要回答吗 他已经管不了别人了 他已经管不了别人了 我不管了 你们你们尽猜吧 你都没一个没看过的人 你咋装模作样呢 你还打 问题是 你不能说我没看过吧 就没看过 你装电给 我跟你说 我看了一百多遍正宽 但没有看全过 只看自己的戏 不是 因为你看只要一在工作 又化妆 在什么那时候 天天看正宽 谁都没看过呀 但是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遍 刘荣去秦政店 给和尚唱歌可不可能 可能啊 刘荣这次去圆没圆 就是唱歌要得的仇 而秦政店作为皇上的起居宫殿 这件事情是还有可能的 没孩子你 刘荣账管 醉宫殿一共是一可不可能 好 因为他俩都落在醉宫殿 而甄嬛此时在圆非圆 你迎刘荣来打理 但是同学们 在甄嬛装病避宠期间 刘荣搬离了醉宫 后来刘荣得宠 又搬回了醉宫 所以此时他不在醉宫殿 所以只能选 C 选哪个选哪个 我选的C 你看你看这家伙得意早了 你 所以 所以不会选就选C C就是对的 我这么阵阵有词不会答错了吧 丽蓉那会儿就去给 秦政店给皇上唱歌了 对不起 那个不是我演的 是我的替身去演的 我其实觉得C都勉强 只不过是四个里头里的没得挑了 真的 没有啊 人家老师讲的很清楚啊 你想太直接的 人家拐着玩意想的啊 他这是 哇塞就哪是什么题 他这是推理题 对啊 就是推理 咱第一天不是推理吗 因为第一天咱就说了这个季节的问题 你俩就 你俩太差了 你俩太差了 你得了吧 你这水平也不咋低 你还笑我 我对了呀 你看下第二题来 美妆生产时 温大一给他喝了什么而好转 完了 我答不上来 A应该有 固冲汤 山山 吊足精神 这句台词我就记得吗 AB肯定有 大补汤没有 没有大补汤 A B 好 那我就选AB吧 哎呀 我觉得D也有可能 你懂啊 说不好吗 那结果万一你答错了呢 多好玩 哈哈哈哈 上一道齐全跟我一样的后果 选错 我还在那阵阵有词 我选AB BCD 我觉得多种药萃取我 应该是有这些词 说了好多 然后山山调足精神 这我记得 这肯定有 所以 你看 这又是一个当事人 振振有词啊 我等着他错 看一会儿会不会打脸啊 我等着他错 我不会犯你俩之前的错误 极极错误 好来我们看正确的答案来 要山山吗 不可能啊 山山是那个谁给你的药 刚刚他说 看啊 同志们啊 梅风生产时 温太医给他喝了什么 而有豪软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总许吗 沐冲汤喝没喝 对 然后又用山山调足了精神 又服了生举大葡萄 然后又用盐梅什么什么东西 给醋了酒 一同给娘娘服下 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里选什么 ABCD 对啊 总许吗 注意看啊 沐冲汤那是魏林给他的 可不是温太医给的 然后2B山山调足精神 应该是寒土 你这里选什么 ABCD 真的 太绝了 韩服是 我可也没什么说的 咱们也真是自己都没答对 你看当事人说 没资格去秦城店给皇上唱歌 他们分析出来 就是去秦城店给皇上唱歌 现在还没明白呢 是吧 天呐 你有什么资格 到秦城店跟我唱歌 对 我说你有资格 你就有资格 晚贵人 反正 你们两个进去的时候都是常在 晚常在 17岁 对 对 因为我是答应 安答应的时候是16岁 他17岁的时候是安常在了 所以说就是如果是都对 可能就A 意思 正确的是 正确的是 对 正确的是我 那也说啥 好像是他进宫没多长时间就 就生贵人了 因为他最早得宠 然后我记得安丽蓉是比 梅庄和真凰要小一岁 你只可能怀疑是A或者B 因为你进宫刚开始是答应 是答应是16岁 不是17岁 然后你这上面就是贵人对吧 他进宫没多长时间就封贵人 也不对 要这么说的话 A还不一定对 因为会贵人是不是偏后期一点 中间的那个 不对 我都我都蒙了 是进去就是吗 进去你是 那这会这个封号 可是到最后才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D D D 来吧 我觉得啊 我选A 打一开始就是贵人是吗 他进宫没多长时间就是贵人了 他得选最早的 我现在就怀疑什么就是会这个封号 好像不是刚开始就用 他我跟你讲 他绝对会在这个称呼上给挖坑 你知道 对 因为我觉得会贵人好像 事情的时候不是贵人 对 真的是 不是 哎 你不要纠结会 因为人说的是 贵人阶段 贵人和年龄 人说的是称呼和年龄 那我就A 来吧 123 那可以吧 A 都选的A A 都选A 我跟你讲我发现了 这老师每次的结果都 出乎意料之外 第一次你不是哆嗦来这么第一次 是吧 第一次给抬 把人烦的给抬出去了 对啊 哎 你还说让我不要纠结那个称呼 就是不对啊 会他就不是时期啊 选贵人 对啊 刚开始是贵人 但不是会贵啊 会贵人会什么时候出现 会贫的时候 最后都结尾了都 会才出现的 真会贫 好好看 哎 哎 我真的 哈哈哈哈 全军覆 我跟你讲下个再有这种题目 你就挑那不可能的选 那我挑那不可能怎么来选 那你这命运的 哈哈哈哈 来 下一题 快 甄嬛圈主演 答甄嬛圈题目 全军覆过 没有 我答对一个题 我是蒙队的 哪打的 蒙不同宫殿 对皇家生活起居 有不同作用 那么以下行宫中 有必属作用的事 我给你讲 金刚台 真的 这个我可觉得可有陷阱了 我就写C 真的 我就写C 反正我回回错 我也不怕错这一回 我已经亮题版了 我就写C 哈哈哈哈 我就写C 哈 青海不是果军王的地方吗 因为你因为 呃 他要是C就太简单了 对 你就觉得 突然一下给你弄一简单的 你还不心理了 我就写C了 严律轩 反正我也不会 就写C 不会选就写C 就是对的 哎那这样 咱一人选一个的 我还不会 多多一个人是对的 咱们真的每人选一个 不我和九龙都选 我就选C了 我是选B 来啊 嘿我反击倒选 只有选A 语花阁是那什么吧 哎呀我都 你别在这说了 你快听人老师说吧 语花阁我都没听过 忘了 弟 哎呦那你厉害了 最后封你的时候 也给封上去了 鸟瓶吗 不是 那个什么吧 那个那个 梨 梨飞吗 然后一块给你 就这死的活的一块封了 然后就恶下你吗 贝勒 还不算了 哎我怎么不记得 封闯这个情节啊 那厉害 那我不记得 来吧 我必须拿分了这个 你是D吗 拿分了D 我是B 我拿分了这个 不是 最后确定是 黄贵妃吗 四弟认证吗 给我看一下 四弟有一个点落在 那品位上 皇上因为留本被抓 要将它为年品 但还没准去 他带着方子就已经来了 此时一条降位消息 被撤 从未到过几倍 所以这要提取啊 黄飞的威风不要乱啊 是全 看我 看我 我必须对到提 今天拿分了地 你看 从头到尾就我最两个 你厉害了 这个问题厉害了 因为我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 上来 刚刚才燃兽宠 没有那个机会往下走啊 我被他带偏了 我想着他是有下来 没想到那个时候 带着方子去 把那个消息给压下来了 把这个给忘了 我忘了给压下来了 但你很厉害 记得甄团到最后 把所有人补 都封了一次 这个我记得还行吧 不是 只是脸的掌握 咱做题不行 是不是 总能站一头呗 对啊 孟运柴 他上一次的时候 还答对了一题 是我 从始至终 一题没答对 应该加人重的是我 我还没答对 D D 应该是D是错的吧 你终于选交生 谁是D 要D选啊 DBD 咱们回去还得复试 起码就对一道题吧 你在点我是吧 你会在点点 你们仨太丢人了 下次把那个 艾达和思思 他们几个都 都叫在一起 一起还来丢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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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